第四季节目 记者会一开始 台湾气球好好就先带来英雄骄傲的气球生团 精彩的企团 让现场来边和每个人都想当机台带来演出 并且这当地台北最快到的高点困局表演 现在中台湾的乡亲也有工厚 带好资金来兴奏 在中华管政府的台地邀请之下 鼓励台湾气球行业 正在15-16号在冠林演劫天 端来应该到最受到好评的新变困局 杨飞梦一叫 能够邀请到国立台湾气球学院 到我们彰化来演出杨飞梦 大家知道国立台湾气球学院的前身 复兴金剧团 是一个我们台湾最优秀 最受欢迎的金剧团 记者会上这边单位也很有生意 邀请到人都主角亲身来和中华参团 并现场演出一段 让现场来宾和媒体记者 就马上感受到高点困局 建立更有内涵的表演方式 对出台湾气球行业 教团的副团党也好尊重 他们接触特别的部队两边 加写旁白字幕 提供民众容易了解 困局表演 我们把所有的唱词跟念白 通通制成幻灯 打在剧场的两边 所以观众不要认为说 我们在唱什么念什么 你看不懂或者听不懂 那我们现在有科技的东西 来帮助各位观众了解 这个剧情怎么样去进行 这个中间的词汇 它的唱腔 它的词有多美 可以辅助观众来了解 这个杨飞梦呢 她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的时候 获得很大的好评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一流的表演 都能够引进到彰化来 那我们邀请所有的乡亲 我们今天在12月15号 16号 就在我们园林演艺厅 是免费所飘入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新场一流的上海昆聚的表演 这次新变昆教杨飞梦 在台湾和台湾都受到尽管兵戒 加上这次演出的南女主和丁演员 都是目前台湾最继续的金剧明决 南帝的结束香烟 民众只要高众法官文化教 领出门票就会党勉贵 党务令演艺厅 欣赏 杨飞梦 记者给文算 蔡宏报道